大家好,今天是2018年4月23号星期一 在刚刚过去这个周末有几个时事方面的大事 今天咱们合在一起来说 然后我会回答一个上个星期五部分网友提出的问题 首先还是来看朝鲜吧 在当地时间的4月21号星期六 朝鲜官方通信社朝中社发表了一个冻结核试验的声明 就是停止新的核试验和导弹施射 同时关闭一个核试验基地 因为在朝鲜劳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 金正恩做出了一个宣布 说为了拥有核武器 而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 艰苦奋斗的斗争已经结束了 说自己已经达成目标圆满结束 今后的目标改成要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 要划时代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他这个举动呢 当然是为马上要进行的那个朝韩首脑会晤铺路 做铺垫 还有为下个月或者是六月初要举行的朝美首脑会晤 创造良好的气氛 这个目的是很明显的 但是这个举动呢 它仅仅是冻核 就是冻结核实验 离气核的目标还是相差很远的 美国要求是朝鲜往后退 退回到它的起跑线位置上 而朝鲜呢 是已经跑出来这么远 它目前是停留在原地 得等它真正开始往后退以后才能说有实质的进展 那朝鲜要往后退 它的要价具体是什么呢 目前还不明确 但是从美国空袭叙利亚展示决心以后 我想比较明确的一点是 金正恩起码应该明白 他开始放风出来的那个价码 是不现实的了 美国是不会接受的 就是早先日本媒体放风 金正恩是要求美军完全撤出朝鲜半岛 并且要给他弃核赔偿 就是你得给我钱呢 相当于你是花钱买我手里的核弹 我才把它交出去 才实现无核化 其实呢 金正恩这里提出的是要求美国做出 比之前所有的涉及朝鲜谈判 都要打得多的让步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美朝双方 他思考问题那个方式是有巨大差异的 金正恩他脑瓜里面 大概是这么想问题的啊 就是当年我爸爸我爷爷跟你们谈判的时候 我手上没啥筹码嘛 那个时候核技术才刚刚起步 非常幼稚 那现在呢 我手上有比较成熟的核弹了 对吧 有轻弹了 这个洲际导弹也接近成功了 理所应当 我手上筹码更强了嘛 你们就应该给我更大的好处来换取我契合 但是川普想问题他不是这个方式的 他想问题的方式大概是说 你本来就不应该走出来这么远 所以你得往后退 你得事实上回到原点 回到20年以前的那个状态 你的国际环境才能够拨回到20年以前 这个制裁才能够逐步取消 这是川普政府目前所体现出来的大致思路 就是他拒绝把朝鲜的核技术成熟作为一项额外的条件 在交换这个制裁放松之外 再额外的给他什么东西 那上个月金正恩通过新华社放封的那个分阶段 同步实施无核化的原则 川普政府能不能接受呢 我想也是很难达成的 所谓同步就意味着 美国给多少钱 朝鲜交出来多少核武器 你制裁取消多少 他关闭多少反应堆 而所谓分阶段呢 就意味着有一个比较长的过渡期了 那川普政府对这个方案之不可接受的地方在于 朝鲜的核导计划 就是核武器和导弹计划 已经非常接近于成功了 你只要给他开一个口子 给他留一段时间喘息 他马上就能够拿出那个最终版的洲际导弹 那个时候金正恩的要价就会很高了 他就会要求你接受限时 开出比现在高得多的价码 而所谓分阶段的方案呢 很可能就是朝鲜在完成他 这个核导计划的最终目标之前的一个缓兵之际 这种伎俩呢 金正恩他爸爸 他爷爷都玩过很多次了 确实是不能相信的 其实目前综合各方面情况来看 达成朝鲜无核化的目标 要点就在于三个步骤 第一 就是朝鲜现有的核能力得归零 第二 就是得阻止朝鲜未来获得核原料和技术设备 它也不可以有 能够转化成为核用途的设施和研发项目 第三 就是要建立起一个长期的检查制度 把这个检查结果和对朝鲜放松制裁相挂钩 那后两方面的内容其实在伊朗核协议里面已经有所体现了 它不是什么新内容 对待朝鲜呢 当然可以比对待伊朗更加细致一些 严格一些 因为朝鲜的信用历史更糟嘛 但是后面两部 它并不是整个谈判里面最关键 最困难的部分 最关键的部分 其实还是在于第一个目标 就是朝鲜现有的核能力得归零 这其实也是川普对伊朗核协议不满的地方 因为伊朗核协议就是没有把伊朗的核能力归零嘛 只是给它冻结到现有的状态 限制了它的发展 归零这个事呢 它才是美国所提出的全面可核查 不可逆这个无核化目标的重中之重 就是说无核化 你首先得是全面的 得是归零的 你后面的措施才可能是有效的 就是归零之后 哪怕金正恩又反悔了 又想恢复核项目 但是它作为一个工业基础很薄弱的小国 它必须得从外国重新构进设备 那时候你的禁运措施 才能够把这个金正恩恢复核项目的难度增加 让它反悔的成本高到它难以承受的地步 当然把朝鲜的核能力归零是一个理想的目标 现实中很难完全做到 可能你只能满足于一个接近归零的目标 那这意味着朝鲜的核武器库存 你至少得大部分交出来吧 同时朝鲜的核设施 你得大部分关闭 跟火箭有关的生产能力也得受到监控 这些我想是应该包括在未来谈判之中的比较基本的部分 其实美国能够满足于怎样的进展呢 就是取得怎么样的条件 它觉得这个制裁就可以放松了 这其实是和它能否获得客观准确的情报有关的 其实这也是整个计划中实施的难点 就是说你美国如果对朝鲜的核武库缺少一个大致客观的了解 那你怎么知道金正恩销毁的这几颗核弹 就是他核武库里大部分的库存了呢 而且还得是他最新的库存呢 因此美国少不了 它需要有能够深入朝鲜 常驻在那里的调查小组 同时你评估无核化成果也得非常慎重 对朝鲜经济制裁的放松 在时间上也得有相当的滞后性 就是朝鲜那个同步实施的方案是必须被否决的 你不可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样 他这边交出几个核弹 你那头马上就给他什么好处 这是不行的 朝鲜得先做出有实质性的举动 然后有一个非常慎重的评估过程 然后才是放松制裁 鼓励这种进展 要不然你是非常容易就被金正恩玩弄的 比如他把七八年以前的那些试验品拿出来销毁 就说他履行协议了 销毁核弹了 骗来制裁的放松 拿到钱以后再把他最新型的核武器最后升级完成 那你就很容易中这种招 那说要让金正恩把他攒了那么多年的宝贝 全都交出来销毁了 他能乐意吗 他肯定是一千个不乐意的 因此核弹归零的关键在于 要让金正恩明白无误的了解到谈判破裂 那就只有战争这一条路 最大压力的原则不仅要应用于金正恩 同时还得应用于文在寅 因为如果你让金正恩感到 只要他能通过文在寅 就能制止川普的战争企图 那么他就不会认真对待协议 只有让文在寅真实感受到 真的这个谈判破裂 那么美国就会抛开韩国单干 那文在寅才有可能坚守目前的立场 这个压力也才能最终真实地传递到金正恩身上 这是目前对朝鲜局势我的分析 另外说一说中兴通讯 中兴通讯的危机也有新的发展 美国商务部传递出含混的信息 有一点自相矛盾 上个星期五 美国商务部的官员说 给中兴下达的那个禁令 没有协商的空间 要重新启动协商 那得七年以后 还七年呢中兴撑三个月都难 所以这个解释差不多就是向中兴下达了死刑判决书 可是星期五晚上 美国商务部另外一个高级官员又说 中兴是可以提交补充证据的 那潜台词就是说 申诉协商的路 没有被堵死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转变 我想是和中国大陆那边出现的妥协迹象有关的 所以美国政府这边也调整了一些口径 什么妥协迹象呢 就是人民网在4月18号发表了一篇设评 就是不点名的批评长鱼猴周小平 周小平不是有一个很惊悚的说法吗 说美国封杀中心是重大利好 自主研发的春天到来了 人民日报就是把这种说法称之为 遭遇屈辱式制裁以后所产生的偏激情绪 是否定了周小平这个说法 马上环球时报也改了口气了 说不要受到美国传媒的蛊惑 去踩抵制美货的那个陷阱 可中国互联网都疯了 你都看不见美国传媒 你怎么受它蛊惑 其实指的就是国内的那些 有毛左倾向的网站 和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网站 前段时间不断的喊要抵制美货 这个美国制裁中国 一定要让美国也受到多么严重的损失 说这些 那么出现这些妥协的迹象 就是说明上层他已经觉得 民间舆论这种发展方向 这些网站网评员们 已经起到了天乱家堵的作用 得敲打敲打他们 给舆论降降温朗 胡锡进这次再次完成了戏剧化的变脸 他3月22号环球时报才登了一篇评论 叫做抵制美国大豆 中国很容易做到 不到一个月就改了口说 不要受传媒蛊惑 抵制美货 那是不是胡编也把自己也列入了 蛊惑公众的传媒之列了呢 通过这个事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那些大小喉舌媒体们 他毫无独立的见解和判断 他永远都是墙头草 随风倒 上面出现个什么风向 他就倒向哪里 那么中兴通讯的事儿 有没有转环的可能呢 就是重新和美国达成协议 让他度过这一劫 川普政府在这个档口上制裁中兴 中兴犯的事情 它和贸易摩擦其实是没有联系的 但是实际上是有联系 当然它是有以此为牌 向北京施压的用意 所以中共 它如果能够在这个压力之下 做出重大的让步 那美国政府呢 对中兴再网开一面 这个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但是呢 我们从这个川普政府的形式逻辑来看 也是和对待朝鲜的态度类似 就是即使能够再度达成和解 能够再达成个协议 这个门槛也会很高 朝鲜曾经一再撕毁和谈判协议 而中兴呢 也一再违规违约 所以接下来谈判的方式 可能就会很艰难了 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 中共政府真的得做出非常显著的让步才行 最新的消息是美国财长姆努钦 近期将会访问中国 那我想中兴会是双方会谈的内容之一 以川普的形式风格来推算啊 中兴只是第一个 就是第一张打出去的牌 如果这个不能够迫使中共政府就范的话 它袖子里应该还会藏得有别的牌 也许下一个制裁的真的就是华为了 也许是别的央企 或许是以完全对等的方式来决定美国市场对中国企业的开放程度 川普反复说啊 这个双边贸易的模式呢 对美国是最有利最公平的 比加入国际性的贸易协议要好 也就是说你对我开放多少 我对你开放多少 这事儿呢咱俩之间来谈 而不是在一个多边性的贸易框架里面来谈 所以你不要把出国俩之外的那些原则 义务责任这些条条框框架在我头上 咱们不这么玩 你为美国企业收购中国企业设置了多少障碍 那我就给你设置同样的障碍 你看它是这么个玩法 这个思路呢 现在应该已经很清晰了 那中兴能不能度过眼前这个生死节呢 那就又看中共领导人对中兴这颗棋子 在中美博弈里面所起的重要性是怎么判断的 如果觉得它很重要 同时他愿意花很大的代价来保这颗棋子的话 那中兴是还有一线希望度过眼前的生死观 今天最后是回答上个星期五一部分网友提出的问题 就是我上周五不是说这个科技环境和人文环境 要放在一起来评判 这是中国人非常需要的一种认知升级 是目前所需要的 人文环境不自由 那人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 整个脑子都被调成那个调调了吗 那它的创造力在别的领域受到制约 你说在科技领域就能做到创造力奔涌啊 这种期待啊是不太符合现实的 因为人类的创造力本质上是一个东西 不管它在何种领域体现 于是就有网友给我提出一个特例 说如何评价前苏联和二战前的德国 在军事领域方面的创新成就 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 其实是想到了这个问题 但是我每集节目原则上不超过20分钟 所以我就把这个问题放在今天来说 这部分网友提出的问题实际是说 创造力这个东西不靠自由来激发 靠压力去挤行不行 答案是在一些条件下可以 但是挤出来的创造力 既是有限的 又是有害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先说有害吧 以苏联为例 它政府是集中了全社会的资源 去突破某几个军事工业领域 它这样达成的成就 是以牺牲国家整体的经济均衡为代价的 所以它只适用于战争时期的应急需要 它却有损于这个国家建立起持续的竞争力 因为它失去了均衡的体系嘛 有些人把这个当成苏联的成就 但这其实恰恰是苏联失败的原因 这是其一为什么有害 第二个原因是这种举国体制勒紧裤腰带 去干这干那 它带来一个副作用 就是产生了依赖于政府的特殊利益集团 它不仅扭曲经济环境 还扭曲政治环境 这个后果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这些军工集团被培养起来以后 它为了长期把持资源 它就要把自己体系的干部也送进政府 去影响国家道路和未来重要的战略决策 它为了自己优先分配到利益 就要让这种产业不均衡的局面一直持续下去 所以不是说你勒紧裤腰带 但是你要想清楚这个后果是不是你愿意承受的 硬挤出来的创造力是给你续了命呢 还是给你减了兽呢 这个大家就需要去看一看历史上的经验了 另一个问题就是创造力这个东西 能挤也是有限的 这是人类的本性所决定的 挤出来的创造力 它不是那种有源头的活水 可以长久的留塔的 像有个故事 魏文帝曹丕 妒忌他弟弟曹植 就说 人家不都是夸你文思敏捷 你很能吗 那你走七步 给我写首诗出来 你要写不出来 我就剁了你 这个故事其实最早不是出自于史书 它是出自于南朝刘亦庆的试说新语 它是带点那么个细说的成分 这就叫拿刀架在脖子上 应挤创造力 曹植呢还真的就七步成诗 就写了一首 叫做主斗然斗骑 斗在府中弃 本是腾根生 相间何太极 这首诗很多朋友都知道 很有名 《诗说新语》里面记载的这首七步诗 和流行的版本呢 其实还有点不一样 刚才我是说的流行的版本 反正咱们就从这个流行版本出发 说明白这个意思就行了 就是说在生命危险的压力之下 在强大的危机压力之下 曹植的创造力真的就被挤出来了 但是你要说以后每天一到饭点 曹丕就把曹植拎过来 说你来你给我七步成诗 要不然我就剁了你 你多搞几天看一看 那曹植就写不出来了 应激反应这种事啊 也就能干一回最多两三回吧 你不能把它作为一个日常惯例来看待 这是常情常理 刚才是说苏联 那纳粹德国和苏联 其实都逼走了很多本民族的优秀科学家 纳粹德国它存在的时间短 希特勒1933年上台成为政府总理 1945年第三帝国就灭亡了 所以它的人才都是纳粹掌权以前培养出来的 所以你说纳粹德国它不能成为有效的样本 你没法说它的极端民族主义这个体制激发了什么创造力 人类一般的规律呢 仍然是越是创造性强的工作 是越需要自由尊重和信任的环境 那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见 今天这集节目的音频和文字稿 会发在我的会员网站文招.ca上